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将世界虚拟的消息公告天下后 可否帮助人类建造资讯共享的知识社会 从而提升全人类的生活质素 留判认同要公告天下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 保障公众知情权 建造知识社会 虚拟世界作为人类居所 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 按照欧洲法会同意 只要不损害其他人的人权 每个人对自己居住的地方的资讯 都应该有知情权 即使科学界有什么突破新发现都会公告天下 因为科学与人类消息相关 即使当初科学界宣告 开业感应论被遗传学取代 新成论被世帮学说推翻等 甚至社会国内学的创办人Peter Junker也指出 公开科学发现可以增加社会的知识储备 有利人类突破旧有思维 进行创新突致知识社会 最后围及民生 而开业世界的消息 本质上和上海科学发现都一样 如果人类是不应该有知情权 那在有科学眼中 是否其他科学发现都不公告天下就最好呢 第二 防止能力不平等 保障公众利益 当掌握虚拟世界的科学已经有科学证据 就可以研究获取虚拟世界面 创造毁灭的能力 当然这个能力即是只有一个人拥有 德国哲学家科科技庄是同意 容易为了一己之欲 而作出不利社会的决定 例如将资源占为己有 毁灭他人存在 导致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 甚至生存权力都无法被保障 为了避免权力独占 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r提出的 平衡之可同意 应该将消息公告天下 令创造毁灭能力是公有化 特质制衡 确保能力的使用是可公众利益 如果不公告天下 只有一个人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 妄顾他人存在 难道是否全人类的独子呢 第三 探索未知世界 解决世界危机 透过将消息公告天下 我们可以借助国际组织 集天下精英之力 研究区别世界 例如世界中 一些创造摧毁的能力 可以加以研究 为人所用 解决全球危机 例如透过不断消灭 垃圾污水 解决过度污染 创造物资 解决燃不足 过度开采的问题 从而满足全人类生存需要 改善生活质素 再者 虚然世界本身也存在种种未知 因此 例如这个虚然世界 继续运行需要些什么 是不是存在高等生物 控制人类等等 等此公告天下 集结各个的一些顶尖科学家 甚至每个人类 一起留意研究虚然世界的构造 等 搞出更多未知之谜 一起应对未来有机会 会出现的世界级灾难 即使现在人类对外星生物的好坏 仍然是未知 因此会有NICAP等的民间组织 去收集普通民众 对一些外星飞碟的见证 从而提供依据 给世界外星飞碟大会 研究外星生物的核动轨 即是什么 以防它一阵入侵地球 可以防范于未染 今日的方法学 如果是不保证的话 即是只有几个人 收收麻麻的研究 有一个未知的炸弹在里 是否有利于人类的传络 最后我想问有分学 面对虚拟世界 可能会遭到毁灭这些等等的危机 如果这样也不应该公告天下 那有分后是否连辉发现外星飞碟 外星人这些危机 甚至是统统都不公开 全部收收麻麻 个个都没有守防备 最好得着个位 夹方主便发言时间是3分56秒 无车时无需扣分 接着来有请月方主便 准备有请先说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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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试咪试咪想问听得清楚吗 可以 各位想问听得清楚吗 请问夹方和评判听得清楚吗 可以的 可以 第二,除了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關堂主辯四分鐘的發言 不然發言有關堂犯了兩大錯誤 第一,錯判驗況 所以今天辯題講這個知道 從來都只是講得色一個事實 從來不代表我們有能力 去證明給大眾聽究竟這個世界為什麼是虛擬的 所以甚至當世界的本質是虛擬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或者手段去證明它的虛偽 因為你所有的證明都可以是虛假的時候 我們怎樣用一些理性的科學實證手段 去證明給大眾聽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而如果不能夠的時候 只是留意一些似是而非的宗教式傳教 要怎樣說服大眾呢 而有關堂第二個錯誤就是在於標準過低 有關堂今天以為用知情權這個旗號 可以鼓勵這個資訊共享 但問題在於你所有的資訊共享 原來去到最後都只有思考是信還是不信 這些口水膠 因為你根本完全沒有任何的證明 去證明它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所以去到最後這種層次的思考 是否值得我們真的這樣去公告天下呢 反過來就是有關堂 我隨便拋一些假的東西都好 原來都會有人判斷信還是不信 但這種層面的討論究竟有沒有意義呢 所以我們說到底知情權不應該寧革於公眾利益之上 這一點有方法要提清楚 所以我們甚至看到 原來當現在認清有虛擬世界中不能夠正義 也不能夠改變世界是虛擬這個本質的時候 行量變態的標準就在於 只看得知一個真相就急於公告天下 符不符合成本效益和公眾利益 我方認為不應該公告 原因有二 第一衝擊固有世界觀造成社會恐慌 先假設有方向這種宗教式傳導 非常成功地觸及到部分大眾 一班人大致上會有兩種反應 首先就是大部份人你都不理得淡笑 因為你根本毫無證據 所以他們都不會相信你 而其次真的有很少數人 真的信了也好 他們最後的結果就是心態崩壞 因為他們一直在信賴所謂真實世界的運行規則 一起建立了的文明 甚至是一加一等於二等的法則 都可以是虛擬的時候 無所適從的心態 只會令他們失去原有的秩序 原來一直在相信真的東西都可以是假的時候 例如說相處了十多年的家人 究竟應該相信他是真 還是相信他是程式亂碼 都分不清楚 所以當原有的世界觀念、規矩 甚至懲罰都是虛構的時候 人類也無需要顧及後果 亦都更容易出現一些極端和挑戰行為 去配合證明或者正毅這個顛覆了的世界 例如說2012年世界末日論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人證明到 所以信不信就靠大家猜 而最後的結果就是大家陷入集體恐慌 甚至出現富豪變賣家產等等的荒謬行為 而最可惜的是這種心態上的衝擊 最後是帶來不到任何的實質改變 除了造成上述兩批人的價值觀衝突對立之外 原來所有人的生活都要照常地過的時候 究竟這種發言有沒有仔細評估過對社會的影響 第二挑戰未知 招惹安全威脅 其實我們是否唯一一個知道世界是虛擬這個真相的人 從來都沒有交代清楚 並且都沒有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不能排除有更高級的組織 在背後操縱或者刻意隱瞞 去控制社會穩定 避免上述的社會動盪 所以日方堂自己都認識 可能有一個背後操作者在 如果我們貿貿然公告天下的時候 正是孤身一人對抗這個幕後勢力 可能在消息得到確立和傳播之前 已經惹來殺身之禍 最後難得得出改變的機會 就會因為輕舉妄動而被裝送 甚至再假設沒有任何陰謀論 沒有任何邪惡組織 最貼地的情況就是一些沒有說服力的言論 不會有人相信 而基於人類的排他心態 公告者將會被視為異類 遭受排斥 甚至可能觸及一些散播謠言等的罪行 而最終擔撥的真相 就會被其他淋淋種種的訊息掩蓋 很可能會成為網上笑話一則 最終石沉大海反而更難有機會說服更多的人 我非要抗拒真相 但原來將真相公告天下 只是好像欠缺實證的陰謀論的時候 為何我們還沒有生命危險去散播 改變不了任何事情的資訊呢? 多謝各位 粵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10秒 沒有或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元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 反方主辯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元向正方主辯發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發問和回答一次 便可以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對錯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請評判注意 在填寫台上發問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E次序 E發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好 現在先請甲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元 進行台上發問 如準備好請說可以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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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不公告天下 那些人就突然之間 不恐慌 突然之間就不會毀滅世界 即是有方沒有解釋過 我相信這麽何方 今天有方同學說 不相信這個世界有虛擬 是有爭合的證據 但是錯了 現時已經有些光中之路等的實驗 去證實世界真的可能是虛擬 這麽有方同學覺得 未來一定不會有這些科學證據 去證明這個真實 我相信見到科學一路進步 而這個是事實的事 都遲早會公告天下 遲早都會被人知道的 有方同學見到這麽多未知 見到這麽多困難的時候 你不公告天下 是否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 就是可以解決所有的世界 甚至可以擺出 今天有方同學所說的 被人操控這些局面 各位 現在是月方主便 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叮 這麽多項主願 有諷刑 有本事 有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我方从来没有这个立场 我方只是审慎考虑地假设 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 我们不应该贸易公布 而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被人操控 或者就算真的被人操控的时候 会不会真的出现这些问题 有方从来你自己没有解释清楚 究竟现在为什么香港无事 过着生活的时候 你无端要作出改变 这个需要性为什么要作出改变 你要先交代清楚 而其次的问题在于你不知道要交代需要性 你还要交代究竟在这个世界下 你怎样可以中到你所说的 然后他们被人操控这个改变 这个事实 所以在说原来什么 有方从来以为可以在未来科学实证 但原来不是的 在说你的证明 在虚拟世界里面 都可以是虚拟而已 有方从来你怎样分清楚 而说服不到大众的时候 你怎样作出改变呢 多谢各位 接着下来有请月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 作台上发问 而准备好请讲可以 试米试米 大家听不听到 清楚 可以 订阅 大家好 发布资讯的前提是要有真凭实据 证据可能是做实验 例如有方说的细胞论 我们就可以透过观察生物 去达成或者推翻这个结论 或者有方说消除垃圾的方法 我们可以透过图片 物品等等的方式来证明 但今天身处在虚拟世界 实验结果是好像有方说 是可以被创造 被操控而成 图片 影片 记忆可以是凭空捏造的时候 在这个理性的世代 要求有图有片有真相 想问有方在这个情况下 到底想用什么方法 去说服大众世界是虚拟的呢 还是有方觉得单说了一句 世界是虚拟的 所有人都会相信呢 不错 在 现在 家方准备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 主席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不可能有新闻实据 有方从来都没有解释过 甚至今天在说变谈是假如 现在现况已经有实据 有方说未来假如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话 正正的证明一定有实据 去证明这个消息是真实 甚至有方自己都矛盾 主席 主席 这个消息一定是真实 这个世界就是虚拟 既然是真实的消息 为什么就没识过有方也没有解释过 甚至今天经常说 这个世界是虚拟的事实未必是真实 有方同学是否正在认识整条变谈 有方经常说真假分不了 我想问你如果今天觉得真假真的那么难分 这个世界绝对 这边回答时间已经结束 台上发问已经完 台上发问环节已经结束 现在先请甲方第一副便 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先说可以 请问你能否听到 是 清楚的 可以 主席 评判再说 大家好 我发现今天有方有一个很大的选择 就是觉得既然这个世界虚拟 就等于什么都是假 我们就没能力公到天下 但是统论面提 看的是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今天不是看到底怎么分现真假 就是看人类应该用什么态度去体验 应对人生 即使世界虚无也好 为什么我们作为命运的主人都没有权 你知道事实 一世都要蒙在过去呢 我方在台上大变的时候已经说 假如如果有方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公到天下 到底变题有什么所谓的空间 为什么今天变题要用假如这个字眼 白范入开手的时候论证清楚 刚才我所说的2012年世界末 这些例子通通都不适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全部都有实证证明 但今天我作为一个知道消息的人 是有科学证据去证明给大家看 有一副不能发现 人类方面有两个不清不楚的地方 是一对人类的接受能力不清不楚 那一方就说 不是的 今天我们会打破了他们的世界 令到世界打乱 所以回顾回人类首次认识外太空 我都没想过会有天敌 有一个科技文明达出进步的外星人 成员霍金和物理学家 也就像马克·Bernard所说 接着外星人会令我们成为他们的列物 所以这些发现这些发现 我研究是隔生了我们对于物种 和生存危机的认知 如果我们接受力量是这么低的话 为什么依然会有数以千里的人 不怕死都要加入美国的打空重拙 又或者开网上去研究外星的生物 才可以稍微的时间弄清楚 就说我们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害排斥意见的情况 就会招来杀身之和 回到无论证过 为什么社会还会好像以前那么封闭 谈不谈素材 用一个无力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越来越开放 一向不尊重他人意见 这些害意见行为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突然公告了天下之后 大众就会合理化这个行为呢 那么担心 是不是所有生命的科学发现 都不应该发表就是最有利人类的发展 那到底有什么可以公告天下的呢 大众又说我不是的 除了迫害意见之外 都会有人有恐风 大众都明白有人会害怕 但是我们不是要研究过 有研究开虚言世界人解释了 才会再和其他慢慢说 而不是一次过公布天下 为什么大众不是反而鼓励他们 找方法令他们接受呢 比如社会心理学家Evry 他最后所说的 认知毕合议论 之外提供可以验证虚言世界资讯的方法 打破了他们的负面想像 重建对虚言世界的政客认知 就可以消除恐伤 有方觉得那些人怕完之后 他什么都不做 在以代白等死 而不是会尋找出口吗 雪春要今天有方公布天下 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那到底和赤尔罗贝尔的核电厂有什么分别呢 人类作为命运这个问题 我们才要公布天下 如印第安拿大学公布与环保事理学卷的教授 Louis R. Rice所说 我们才要运用这个多元化的经验证 去大众一起举证去解释一些 去发现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进入一个重大的知悠群 去推出这些现象 探索未知 怎么好像刚才说解决不了呢 所以面对未知 我们难道不靠贫困去穷穿的经验 单靠自己就可以有了人类的存在吗 各位 甲方第一副变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无故事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月方第一副变 你有三分钟时间总有请先讲可以 请问评判和教官同学有没有问题 是清楚的 可以 有些评判在说 各位大家好 有方不断说世界虚假都有实证 例如光速实现 但是当世界虚异的时候 光速是虚异还是真实呢 所以虚异世界是没有任何的实证 要行为一件事应不应该做 可以由目标的手段和后果三方面检视 第一 有方讲了很多大道理 觉得公众有支持团 让他们知道等于缓骗公众 大家听一听 想一想到底是否公布了一个消息 知情权是否唯一的考虑因素 传媒报道也要考虑 有没有充分实证 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指引里面 如果存在可能的伤害 记者需要受访 那个儿童的时候 就要用化名和模糊的样貌 那算不算违反了知情权 就要清楚 第二 有方觉得公布天下之后 可以好照着一帮人去改变世界 但是当知道了和改变了这两件事 有方完全无论正在因果关系 其次 案方主便已经说过公布天下有存在危机 一旦被主宰者发现随时以来杀身之后 更加可能连你号召的人都一同被拖累 例如电影《十三道空间》里面 男主角的老板首先发现了世界的虚拟 一次被暗杀 而得他留下的消息的男主角同样被人追杀 有方既然论证不到必要可以改变世界 为什么要把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作堵住 再看看有方的手段 指便问有方解解公布天下 如何证明大众世界的虚拟 现在有方又完全无论证过 有方单说目的 又不说实行如何回答他们的目的 最后就是看回后果 公布天下绝对不是说一句 世界的虚拟这么简单 而是一个人所相信的一切都崩溃 过去的成质和经验结立的关系 只要是被操纵的产物 而不是个人努力的成果 而是发生的什么都变成未知 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经验讨论 当人恐惧和人未知的天性 又没有省依靠纯面和历史 这个这么大的缺口 有方怎样弥补 是 乔方和我去发言 乔方第一副变发言时间是2分22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来有请甲方第二副变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准备我请先讲可以 请问听不听到 请问听到 有方同学和评讨 是清楚的 可以 评论 主席评论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很矛盾 他们说所有东西都是假 那因为恐慌这些潜在崖危机 有方又不觉得是假的 所以有方觉得这些潜在崖危机 其实都是要解决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权力 说权力有如三权分立 希望行政私立法互相制衡 同样的今天公告天下 令创造毁灭的能力更加透明 避免权力失衡 在一三年我们有思路登 决穿美国政府监听民众的灵径计划 以为隐瞞真相 和政府摧毁隐私 和世界各地的基本自由 也好像联合过人权委员会 特别报告完地域到所说 因为影响大众 所以不能以国家安全和公共特权为由 摸上民众的知情权 难道有方觉得这些三权分立 司律登统统都是错 到时候有能力者 没有人监察可以合相作业 所以带众权力更有我们的公众利益 所以今天要解释 究竟没有天下 我们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当我们有一个科学发现 为什么不可以和人说 有方说以为世界统统是假的 所以人类是否应该要混沌一身呢 你自己生活的地方都不了解 就算有人质疑世界是假的 但现在也有人不断有新的想法 新的学术去应对 例如迪智学家迪卡尔都说过 我私固可在 因为我有思考 所以我存在 而不是好像有方那样 当生存是孤单 影响孤单就算数 其实科学家的研究目的是 要造福人群 为什么成果只可以不让人知道 有方没有论证过 他们都知道有必要公布 因为科学发现是为了贡献全人类 来到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面对一个新概念 我们应该要怎样做 有方没有想过上进的 他们的态度就是等待死亡 愿意接受新的事物 只包不住房屋恐惧 最后一天会爆发 问题最后一天会来 接下来 我们现在说出来 再进行研究 便有办法解决 我方主编所说的 威胁人类存亡的问题 如果有方小生不解决 他们麻烦论证 留着这些问题 对全人类发展有什么好处 来到第三个问题 当真上可能引起恐慌 应不应该为世人所知 有方说恐慌 所以他们不应该知道 有方又不够坚定 跟我们说 如果那些人不正视现实 是不是不正视现实 他们之后又可以怎么做 活在自己的虚拟世界 不断混沌他一生 是不是又真的好呢 所以政治现实才是唯一出落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些人做的事都是要找方法 不是因为恐慌就在以待拜 让自己某一日试得不明不白 所以有方和外的担心 我并不理解 我一直都尝试和有方和外的解释 其实一切问题都有方法解决 但有方和外的解释 但是有方和外的解释 主要各位 今天是不是应该要害怕 消息公布 有坏影响就不公布呢 但多数是慢慢的 确立增加的界线 我们可能是其他生物的实验体 可能是他们的棋子 其实世界再坏 共同维生的人类 是不是不应该再代控 而是窗口才对我们的积极应对 多谢各位 月方第二负变发言时间为3分03秒 接下来有请月方第二负变 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有请先讲可以 可以清楚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的立场很矛盾 今天他们的论点议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有大权 有人是有很大的实权去操控这个虚拟世界 但是论点三又说什么呢 人在控制着这个虚拟世界 可以创造物资 可以解决垃圾问题等等的东西 想问一下 究竟人在虚拟世界里面 这个真正的权力在哪里呢 有方整场都没有解释过 之后因为有方不断问我们 那些虚拟世界里面 为什么不可以证明这个虚拟世界 虚拟的 现在我已经确立了 要证明一样东西是虚拟 就必须有真实的东西去做对照 好像发梦那样 你要梦醒才知道刚刚经历的东西 是一场梦 但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所有东西包括科学哲学历史 当它全部都是假的时候 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据照 证明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所以科学实验要看结果 但是如果连结果都是假的 又怎样证明任何东西呢 所以我方今天不是反对公众无知识权 但是在公告世界之前 要看看是否有很多公众利益 现在这些不同的国安机构 不会和它讲完全部的机密文件出来 原因就是为了保障公众利益 就是为了保障公众利益 因为这些资政可能会迟害到你的人身安全 所以我虚拟世界生活最终都是要过的 在我们没有公告这个真相之前 反而公告最后真相之后 这个社会越来越乱 所以最终有方今天又不断和他讲 开始讲到什么呢 就想招聚天下信的人 信这个世界虚拟的人 一起改变这个理论世界 打低这个主材者 但是今天有方全场都没有证明 究竟公告了世界 集齐这帮人之后 要带来什么改变 如何脱离所谓虚拟的世界 有方的生活就好像活在电影世界一样 做主角有主角光环就可以打破虚拟世界 完全无论整个过程是怎样 甚至没有考虑过为了打破虚拟世界 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有方目标讲不过去 就可以和我们数为止 有方问这些细胞论 深雪这些例子 都是颠覆世界的理论 是不是又要收回呢 我不是说要收回 但是现在无论信世界是虚拟还是不信 根本都证明不到它的真理 科学感 世包浪可以透过这个棺材 证明这个现象 哲学上文礼复经是哲学的意义 但是向天下公告世界虚假之后 现象和意义都会崩溃 因为所有科学现象其实都是假的 进步的意义都没有了 因为以往的成功都是假的 一切成就都化为乌有 所以两者根本不能作类比 所以今天有方在公告天下的目的好利地 但是做到有方这些目标之前 不如想一些贴地点的事情 我方主研一虎都问过了 究竟用什么方法去公告世界 有方完全没有答过 更重要 公告天下之后 整个社会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影响社会秩序 有方想都没想过 我方认同 被人知道真相的确重要 但是被人明白真相不是行论问题的唯一标准 而更加要看一大班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像美国中情局那样多年收到不明非行物体出现的消息 他们选择的是先查证做报告 到今年才公布收到的影片和照片 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误导公众 想问是有方 是不是觉得中情局一收到报告 就立刻公告天下 就是最符合公众来的 多谢各位 岳方第二副片发言时间为3分14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若来进入台下发文的环节 先请甲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向岳方台上辩元提问 甲方无权指定回答者 岳方可自由派出台上辩元回答 台下发文时间一分钟 台上准备一分钟再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的提示 之后先由岳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甲方台上辩元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有两次台下发文的机会 而两条台下发文可以由同一位辩元提出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台下发文环节现在开始 先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一帖台下发文 识问识问听不听到 识问评判和大家有没有问题 是清楚的 可以 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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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有一个立场是觉得 人们会不相信 才会造成恐慌 所以什么都不应该说 但无论今天是什么学说 都应该去追寻真相 甚至今天在说 原来的事实就是 这是一个虚拟世界 现在也有人在研究 迟早也会被人发现真相的时候 既然今天我知道了 早一步提出 为什么反而是错 就好像当初 帕拉图和阿里斯多德提出一个地平说 之后就提出一个地缘说去修正 到今天可能还有人不相信 但正正要公告天下 大家集思广益 去推翻这个错的理论 才可以有利人类 之后突破一个旧有思维去进行创新 按照有方逻辑 担心有人不相信 就不说出来 是不是觉得所有科学实验 新的所学发现 都不应该发表 就是有利人类发展呢 所以有方不公告天下 大家带着一个错的认知生存下去 又如何带来进步呢 谢谢各位 月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叮 请不吝点赞 叮 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月方拍出一位便员答辩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我请先说可以 MING 試过去 是清楚的 可以 故意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不断来举一例子 举对评说 对评说这些东西可以证明 你见过船在海里行过来时 頂部会出现 是可以证明到 这些科学理论 是可以被实施 但这个在虚拟世界里面 我访正确认了 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是证明不到这个世界 的確是虛擬的 所以根本上現在有關訓練堂說什麼 就是說遲了有一個真相 但實情是什麼 整輩都不會有一個真相 永遠都不會有一個真相 因為基本上是證明不了的 所以有方就問了 是不是一個理論有壞影響就不公佈 首先多謝有方承認了 這個向世界公佈天下的虛擬是有壞影響 但是現在不是說有沒有壞影響就公不公佈 而是要衡量利弊 而有方今天所公佈公不公佈的理處是什麼 就是沒有 就是為了今天的理處是沒有的 但是反而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當我們公佈了世界之後 有兩班信紅性的人 兩班人之間有衝突 而且信義的人之外反而還會更加會有 可能會出現恐慌的事情 就是由由方所說的 是帶來理處 又可以幫助有進步的 多謝各位 至決來臨請決方派出入委便員 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有請先說可以 可以 是米是米 是清楚的 可以 定 主席 各位大家好 有方很理想化地覺得公佈天下之後 所有人會去研究如何消除災難和互相制衡 防止濫用權力 但首先有方無論證過為何公佈完之後 等同於所有人都會統一陣線 等同可以解決人類危機 所以得知事實不等同於人類有能力可以利用虛擬世界 退一萬步來看 有方假設科技使人類必然會進步 但單說現時 人工智能 通訊等科技 都會有國家用來監控人民 既然有方說到得到虛擬世界 就可以擁有隨意創造 或者毀滅事物的能力 想問有方 是否覺得理想世界是人人都可以消滅 可以隨意消滅任何東西呢 如果是 你如何確保得到操控能力的人 不會讓成更大的災難 如果不是 那就進步了在哪裏呢 多謝各位 甲科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叮 明天 叮 准备时间结束,请格幅派出一位便员答便 你一分钟时间准备有请先讲可以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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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问得很好和你说这些掌握能力的人 如何去确保他一定不会去做错 有风不明白 如果真是在电台中的你 是知道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就是没有网管 那就是正正是做到更加 能够为所欲为了一些不利的社会的东西 正如有风刚刚说自己也承认了 相反我跟他说什么 你公布天下 就是我方主任跟你说 可以有些国际组织去制衡 去互相制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是直接解决有风的疑虑呢 而今有风是立了 其实全部都是说这个世界是假的 所以一些真行实据都不会找到 只是这个消息是真的 有风不明白 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今天有风和他所谓的恐慌 这些世界都会分裂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就会无故地变得真 有风从来都没有解释过 有风从来都没有解释过 有风自己要解释 另外有风跟你说 怎样见时候我们不会说 我们知道世界是假的 因为我们没有实据 变题是因为他们说了 变题就是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时候 正是代表当时应该会有些科学实据 去证实了这件事 既然有真实实据的时候 不然有风和学觉得 这个所谓的东西都一定是假的 多谢各位 不好意思 刚刚因为看错了时间 所以忘记了一定 接着来 请甲方派出一位便员 做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我请先讲可以 试咪试咪上清晨听得清楚吗 清楚 可以 主持人的评判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风同学很担心 世界观会被冲击 社会会失去秩序 尝尝公众利益 来剥削大家的知识权 但有风同学忽视记 是公众知识权的重要性 法学理论电机人Motisqiu都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便必须以权力弱束权力 因此多数人拥有知识权力 防止滥用权的出现 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像有风跟我台下发问 也说到 政府会监听民众 所以我们有斯诺登 揭穿美国政府监听民众的灵镜计划 正要保障公众的知识权 才可以维会公众利益 防止大家被权力被濫用 但同理了 如果今天有风同学不公告天下 就没有东西去制衡 只因不会濫权 争用权力破坏世界 即真正令社会失去秩序 所以就问有风同学不公告天下 有风同学要怎么解决资讯不平均 造成权力被濫用的问题 多谢各位 月份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叮 多谢 过oa 这 的人 子曰 準備時間結束 請月方派出一位辯元答辯 你1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先講可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叫游戏里面的游戏角色跳出来制裁我呢? 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有什么方法 你自己都跳了所有的论证步骤的时候 我方怎样和右方讨论,究竟可以怎样作出改变呢? 所以说到底,右方台自己立场都退的 他不断说什么? 变题是知道,就是说一定会知道,一定会了解怎样去证明 但逻辑错了 原来说到底,我今天例如说知道元周率等于3.14 从来都不代表我可以证明到原则率是3.14 所以原来今天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实质的理据讨论的时候 究竟你怎样做到你所谓什么进步,或者资讯交流,资讯平等 去从而达到制裁效果呢?多谢各位 接着下来,有请月方派出一位电源做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分钟发言时间,准备有请先说可以 是,错会错会的 是,收拾装置是用另一个装置台下装置 想问可以不可以,因为电脑收拾... 评判有没有问题? 是可以的 可以 评判作为大家好,重新审视辩提的字眼 例如你得知世界是虚拟,其实只是代表你认识到的世界是虚拟作为既定的事实 但不代表世界是虚拟的这个陈述是能够被证据 而对于欧方的质疑,欧方的回应是 即是迟些会有实验证明的 但现有实验证明了,有可能有虚拟世界 又欢迎不出实验证明到世界确实是虚拟的 所以这个说法,从来都是有方人一厢情愿 所以假如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 其实你说的证明都是虚拟,都不能被证据 所以当所有东西都是虚拟的话 作为平常人,你到底会全盘接纳有方的公告 享受你说的公众知诚权而得益? 还是会因为一切事物都不能被证据而陷入思绪运用的状态呢? 多谢各位 嗯 欧方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叮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準備時間完結,請隔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有請先講可以 親密聽不聽到? 清楚 可以 各位大家好,我想多謝有方的提問 今天我方由主辯到一副 到後序都不斷追問 今天別提講假如 假如即是比現在這個現況 知道了更加多的事實 為何找不到證據就是找不到真相 有方很有趣 覺得所有方的實證和證據都是假 但今天民眾的恐懼就是真 有方的邏輯,譬如世界什麼都是假 為何恐懼就是真 到底有方的行論增加標準是甚麼 其實有方不是找不到真相 而是有方不想找真相 覺得其實真相一定找不到 不肯踏出這個第一步 所以有方,到底是不是我們在找到真相 我們有能力公佈天下的時候 就可以告訴大家 就可以做出一個改變 有方在生日時論得清楚 所以有方說不過去 怎樣都沒有真相 有方說回為何今天這題 還有解閱這個字眼 各位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已經結束 接著我們是結辯環節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準備 現在會開始計時 叮 接著我們 是 對 storytell 時 無可 有無可 我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先請粵方結辯總結 你有四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講可以 先睡醒,先睡醒,再靠一下 評判大家好,答問題說論點、論證、論據三者 可惜有可能今天给不了论证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全场上有方 你可以怎样证明世界的虚拟 有可能回答我们 有霍金理论 有光圈 有光虫等等的东西 但今天我们看到 你是不可能用一些验识的状况 去证明一个虚拟的东西 我们举一些例子就知道了 一个法师是不可能证明到 我们这间房间有一只鬼 我也不能够向反方欠缘证明到 我昨晚发望见到你 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是没有一些事实根据 我根本是证明不到出来的 所以就算我不怕死 我也是找不到一个真相 但其他有光说的科学实证 有光上太空 我说不怕死 是会找到一个真相 所以有光圈今天就算知道真相 法师也知道这间房间有鬼 但它是证明说服不了 比在座更多可以听 所以有光圈今天说的诗口 在每一个真牌识句 就算是全世界的工作 其实都是一个字 只是估计 凭大陆这样估计 究竟这世界有没有鬼 这世界是不是虚拟 这种讨论这种反思 究竟有没有意义呢 所以有没有这样的知情权 做一句知情权 有一句会进步 但今天就算我们见到 不会有人信 信愿 我都全程用了很多论证 来说全世界的人会崩塌 而有光是反方已经承认了这些了 而很简单 有光是说我们有知情权 所以我们就要公布所有东西出来 很简单 如果有一个队员 发现你的主线其实有一个大的漏洞 那不是就要公布作为敌人 叫我听要互相制衡 不是 因为我们是保护私人 我们是平衡公众权益 公布知识的同事 可以保障我们自己制衡的权益 所以我们今天全程已经沦颂了 当我们得知世界的虚异的时候 我们人类的文明将会破坏 我们所坚持的信念将会倒塌 我们连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 活着 还有没有人意义呢 一方的确说得很可疑 一句我知故我在 但是这个世界的虚异 我们都要继续下去 我们依然会有虚异的情感 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虚异 不代表我们能够证实 当然我们扭转 就算我们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也扭转不到这个恐怖的真相 但是这件事 虚异世界是作为一个愚子的现实 它一直跟我们并存 就像这段元里面 比上帝禁止的禁果 一直都跟亚当下话并存 今天我方很兴随 有方跟亚当下话 有方再做一次决定 都会吃下禁果 其实有方在知情权前面 原本还有底线 有方主编也会说 我们在知情权面前 是保障助助各位的利益 但有方之后已经弃了这件事 而再来有方其实今天很勇敢 有方这一句勇敢 一句知情权 可以压到我们保护着各位 不被世界崩塌 对我们人性保佑的希望 有方愿意吃下这粒 引发罪恶的禁果 有方去到台下 就更加大爆发 他说这个真相迟早都有人知道 但我们不早些公布给在座各位听 很简单 如果迟早都会吃这粒禁果 我们今天要更快吃下腹 不是了 因为在座位 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 都要省市它背后的利益 而今天我方全场有一个很大的蝙蝠论证 就是你根本证实不到 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的 你只是纯粹停留在一个知道的状态 我今天知道 我今天知道 我昨天可能真的发梦到有方同学 但我根本是论证不了出来 我根本是用不到一些真实的例子去论证出来 很明白很简单 我方知道原周率的大问题是什么 原来我论证了给同学听 过程是怎样推算出来的 在这种状况下 人类对未知是感到恐惧的 所以掌尾他们会在未知恐惧的状况下 更加无知更加恐慌 最后所带来的害怕 担惊受的 是否两方能走得起呢 最后大家做决定 一定有后果反省右方三次 谢谢各位 结方结变发言时间为4分0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最后由隔方结变总结 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了请先讲可以 请问听不听 是清楚的 准备好 准备 一群人在被密封的铁屋里面睡着了 温度越来越高 不叫醒他们就会被烤死 叫了又未必出到铁屋 各位会怎样选择呢 按照友方 各位大家好 按照友方和我今天的立场 一定会有这群人继续睡 因为有方同学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希望 不相信面对未知会有出路 所以自欺欺人 觉得全世界就会很像有方同学这么害怕 那个还死碰死都是死 不如永世留在铁屋里面等待死亡的来临 但这个想法只不过是有方同学自把自为 将自己的恐惧强在全人类之上 有方同学担心自己的安危 所以尝试将个人的权益凌隔整个社会的利益 这样又公不公平呢 今天有方同学要全世界做一只乌龟 永远不尝试面对这个世界是虚拟的事实 但各位可以想一想有方同学有什么权力 去帮全世界作出一个这么乐弱的选择呢 既然铁屋有没有人醒了 就不会没有逃生的可能 不知自己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人类都一样 科学家自然是突破难关的重要角色 但普通民众都不是坐在那等人救 我们都可以尽致新能力救自己 好像留意和报告自己身体和周遭环境的意样 其实我们知道这一线生机可能很微弱 都可能失败 但正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应该集结更加多的力量 冲破这个枷锁 今天有方同学全场都解释不到 世界是虚拟之后 全人类就会恐慌到去破坏所有规矩 令到整个社会贪婪 因为事有科学实验证明外星人的存在 民众都会感动难以接受 但去到现在大家都慢慢消化 所以一句说完 有方同学只是轻视了人类的理性 有方同学担心思想的冲突会导致分裂 但有方同学排拒理性讨论的空间 不是原来理性讨论可以促进双方的交流 达致共识和让步 私立都会随之而消失 今天有方同学和我们 我方前场已经给了真凭实据跟你说 我们已经有证据可以去证明 可以有这些试试的实验 已经可以去证明这个世界是虚拟 有方同学忽视不要紧 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今天有法师都不可以证实有鬼的存在 但为什么依然有那么多人会相信 因为他们会看到 他们会观察到 所以就要公布出来 和大家开心见诚去讨论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 没在梦的是你 有方同学其实 今天活在梦的是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说 我们不知道世界是虚拟 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凡 去一万步说 我们没有证据去证明 但如果我们变题 假设假如就代表我们未来会知道 最国或在时代演变 最国或在时代演变 所以面对利柱 有方同学全部都能否认 知情团的利柱 有方同学全部都没有否认 所以利柱通通都成了 最国或在时代演变 一直充满未知数 三百万年里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我们有不同的科学发现 令到我们更加了解这片我们生长的土地 由地深雪去到日深雪 由地平雪去到地圆雪 世界时代一直在改变 人类都一直在进步 一直以来 霍金等很多的学者都质疑这个世界是虚拟 而且一直都有这方面的考究 其实这些消息 就像我方一直说 迟早都会被人写露 当我们现在已经证实了这个推测 公开这个科学发明 又何嘴之有 为什么有方同学要阻止这个 人类那么重要的理程 多谢各位 甲方劫变发言时间为3分41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大家请稍等一下 特别第一题是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个评判 请先选出三位表现交界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分 次佳得2分 如下一位得1分 谢谢 我们现在先请廖宝山纪念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 许正仁先生为双方给予评语 你好 请问听不听到 我简短讲一点的意见 因为时间都有 首先我想讲讲大家 在主线的建构上 其实双方今天 无论是正方所说的利处 或者是反方所说的一些弊处都好 其实两边都 我觉得整个主线都可以的 但是双方在主线上的交锋上说的 其实就不太对准到大家的 首先 为什么我们交锋的位置呢 首先 正方一虎 在这里讲了很多 现在有科学的证据 但是反方又说你没有科学的证据 其实两边 我觉得是否不太对准到对方所说的 两边都应该要先听清楚对方的内容 才做出反方 如果不是一边就说听不到 我有的了 一边就说没有 其实不是一个真诚的交锋 在这里 这个我首先在场上 除了大家在准备上 都要在聆听上 多加注意一点点 另外就是去到义父的位置 其实义父就讲了很多 我知故我哉 抛了很多的哲学家的说话 但是你后面去讲这个 我知故我哉 对方就觉得这是生存的负担 其实我没有听得明白 为何这是生存的负担 其实甲邦队都拋了不少的资料 是比于义方多很多的资料 这些实质可以听到的东西 但是知道运用上 我觉得就要稍加留意一点点 去到反方二父的位置 其实同样都是回应上的问题 其实对方是没有顾及到公众利益 亦是危及到一个人身的安全 其实我觉得危及人身安全 如果你要反驳这个属于主线上的内容 已经不是一个推进上的问题 我应该放在一部里也说的 那以后我建议多些 在推进上面做多些回应 另外就是在台下法文上面 因为台下法文我就觉得有一个很交着的状态 但是双方其实问来问去都是觉得 我们有实据 另一方又没有实据 其实如果不断在这里说的话 其实不如去到二父的位置 已经有没有实据 或者没有实据 这个已经落到结果就算了 就不要一直就着同一个问题追来追去 如果这样就对于内容分上面 就可能有个不太好的影响 我就可能简短给稍微评论 谢谢许正仁先生 接着来有请圣研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胡浩江先生 谢谢 其实我好像承接一下去三港 我觉得去到二父 其实应该要拆棋了 就是证明和得知 证明和得知和得知和虚拟 其实你整个前场都说了这么久 你的后场就不应该再九千了 如果不是就很乱 还有讲到组织这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听甲方的主辩告 其实我自己个人都觉得 第二和第三个方面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合作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 第二和第三个方面 都是讲到制衡 或者你发现了之后 你想达致 你会不会怕被一小部分人 控制着那个好像很邪恶的世界 就是你演绎出来 就是说怕有一部分人 就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就可能掌权 然后大部分受到剝削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 甲方主辩是读得很急 尤其是前面他讲的那一堆理论 其实我不太记得到 就是我记得不及 因为你说的那一堆 其实不是一些很显现的理论 就是你可能说 因为这条辩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一些不是一条政策性的辩题 可能比较摄到一些 比较无形的思想 其实你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慢一点 因为有太多理论 尤其是可能涉及到一些类比 比如说你说到科学的发现去 和这个发现虚拟世界之后 做一个类比 其实这里是要解释得多一点 因为始终是一个类比 究竟你科学的发现 和一个虚拟世界的发现 究竟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否则的话 你这样丢一个类比出来 其实我会解释不到 你的那个逻辑在哪里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在那里 另外去到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组织方面的问题 比如甲方和月方 今天好像刚才这么说 你们一直都用了时间 是说说认知和说服大众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 反而去到后场才出现 其实应该在前场就扔出来 比如你说 啊 圆周率的 其实我觉得 你可能前场 可能说多一点 那可能我会 我会早点认识 你可能去到后场 你才强调 那我就觉得 因为其实后场 应该是说这些东西 这个是 好像这么说 这些是一些比较第一层的问题 就是 这一样东西 如果你的基础打得稳的话 你在后场 你可以去说一些更加 一些更加複雜的问题 那 我觉得 这条辩题 其实 因为是一些比较虚的事情 那其实 你怎么去证明 这条辩题应该成立 那你就很需要比较 就是说 你告知了之前 和告知了之后 究竟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 譬如你 你的目的是 好像刚才甲方那样说 你公告天下 是为了 令到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这是一个目的的层面去说 但其实优势又不是整体目的 就是你可能手段本身都是有需要的 就是 这一件事 我们这一条是一条英言性的辩题 你可能说 作为一个人 你都是应该要知道 一件事 都是应该要知道这个世界 那 譬如你讲很多哲学家的说法 甲乙商方都有说过 就是说 那人 究竟 我们一直都会透过科学去 去探究很多东西的 都是追求真实的 那 其实这一件事 就不是一个目的的问题 就是说 你觉得 告知这一件事本身 是有它的价值在那 这个手段本身就有它的意义在那 那如果你可以从这两个层面去说 我自己觉得 这个组织会做得好一点 那主要来说就是这么多 谢谢胡浩江先生 接着来有请 学峰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王芷怡小姐 市委 大家听不听到吗? 那 刚才两位教练都说得很诚实 那我再补充一点点 那其实呢 就主事来说 我觉得双方都是开得大路的 那但是 我就会觉得有些可惜的地方 就是 其实 甲方那条线呢 去到后期 其实有一点点 尤其是第二个点 就是说 防止能力不均 那个位置 我就觉得比较 其实 我觉得甲方都意识到 去到后场 其实知情权这个点 算是你们比较有力的位置 那 但是其实可以再发挥得多一点 就是可以再站硬一点 而不是让越方下一刻 开始有点退 那 那 在那个主线上面 我见你们主编稿有问 last hill 那 但是越方就没有回答你了 那 但是其实我觉得甲方一虎都有责任 往上的最最终的这种 是的 那 那 那 接着 而不是去争论 如果你知世界是虚拟的人 应不应该去公告天下 但是其實後面也有拉回一點點去 其實剛才教練也說了 大家要留意不粗 尤其是甲方一虎 因為去到後期我覺得有些太快是拼不到的 尤其是知道大家這些見題是比較 但我們不太熟悉的時候 就可能要再放慢一點 給大家多一點時間去思考一下 那去到 我就見其實 今天 粵方的假設是比較多 就是粵方有很多的假設 有很多的 很多時候他就會說 永遠論證不到是虛擬世界的 其實我覺得其實 反方今天有 甚至有一點意味是在摧毀面題 因為他把討論空間 好像收到很窄 還有其實粵方也有很多這些論點是沒有論證的 例如是一開始他主編稿有說 安全威脅 就說某某人公佈會惹殺身之火 但其實當時就沒有一些 例子 去到後面就會有說中情局說什麼什麼 是的 其實隔方是應該要做多一點要求別人論證的責任 例如他會說 有聽到你有做一個 即是跟回主線 跟回主線 跟回心的動作 就是說 多謝有幫成 所有今天有幫說話你遲 我就覺得 遲了一點 大家下次可以 小心點這個 跟著主線 還有 那個語速的問題 是的 就是這麼多 謝謝王子儀小姐 今天比賽的結果已經在我手上 現在由我宣佈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 掌漢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隔方結辯蔡嘉詠同學 至於今天比賽的賽果 隔方得票為3票 月方得票為0票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隔方藍田勝寶陸中學 恭喜大家